吕克贝松的经典电影,这个杀手不太猛,已经上映24年,他不仅开创了大树佩洛丽的暖心CP,还书写出艰难人士的默默温情。 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,他的影迷全体可是没介绍,目前在豆瓣已经累计145万人看过,评分9.4分,排在Top250的第三位。 他捧红了当时还是少女的纳塔利波特曼和法式印汉洋梅洛,也让饰演反派的加里奥德曼履历中多了一个经典角色。 那么这些可爱的家伙们,如今变成什么样了呢? 纳塔利波特曼、马蒂尔达、古灵精怪、勇敢可爱的当年那女孩,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也是不折不靠的好莱坞巨星。 这个杀手不太能,一曲成名后,纳塔利人生哼通,不仅在《星战前传》中单纲主角,还考入世界名校哈佛大学。 凭借黑天鹅的突破性演出,纳塔利拿下《奥斯卡》以后,之后她虽然作品产量减少,却简直为女性权益发生,成为人们的榜样。 加利奥德曼、斯坦菲尔德、加利奥德曼演的这个变态景观让人印象深刻,他注重的演技,让这个角色变得极为出彩。 过目难忘,这个杀手不太能之后,身为个性演技派的他好片不断,除了人们耳熟能详《哈利波特》、《小田狼星》、《蝙蝠侠黑暗骑士》。 他今年年初终于凭借《至暗时刻》的丘吉尔一脚拿下《奥斯卡》营地。 达米埃罗、托尼,饰演托尼的达米埃罗,曾凭借为首因为提名《奥斯卡》最佳南派学,饰演技超群的《黄金绿叶》。 这个杀手不太能,诞生的九十年代,是他作品最多、最高产的时代,但二零零零年之后,他的作品产量不断减少,今年只有一部喜剧片《小意大利》上映。 麦克尔巴达·卢克、马蒂尔达父亲,饰演马蒂尔达父亲的麦克尔巴达·卢克,演艺局是金牌配角,曾经在九十年代的神剧《法律语剧》中常驻,如今作品极少。 艾伦·格里尼,马蒂尔达母亲,饰演马蒂尔达母亲的大美女,艾伦·格里尼如今依旧风资绰约,而且对鲍文的喜爱可以说是二十多年都没变,艾伦是美国非常优秀的白老汇演员,如今也都活跃于舞台。 伊丽莎白瑞根,马蒂尔达姐姐,饰演马蒂尔达姐姐的伊丽莎白瑞根,是那种标准的美国大妞长相,但她心土不顺。 之后一直没演过什么像样的作品,卡尔玛图斯维奇,马蒂尔达弟弟,在片中萌化人心的马蒂尔达弟弟,卡尔玛图斯维奇,后来也没有长才,成为一个偏偏帅男。 只不过,她后来没有走上演艺圈的道路,这个杀手不太冷,也是她唯一参演的作品。 让雷诺,来往,坦白讲,看电影之前,一直get不到让雷诺的帅点。 让她看完之后,真的要背傻的昏迷。 这个杀手不太冷之后,善雷若心图一片坦荡,至今都片约不断,已经成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男演员之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